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我们表演一下您的绝活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那么刚才您在这表演之后 我就想问您这样一个问题 您今年高瘦了 我今年61岁 61岁了 看不出来 我看着您 我琢磨了也就是40多岁 那么我想问一下 您留了一个长发 目的是为了演出 还是自己的喜好 或者是因为其他的 魔术是介于科学和幻想之间的一门艺术 科学无知景 幻想无极限 魔术是神秘和幻想浪漫这样一个色彩 长发也就是代表这样一个意思 您是多大年龄的时候开始学习魔术的 我是14岁 14岁 对 那么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你当时学魔术的这个情况 当时吧 我在那个 我去找工作 14岁就不安分 不愿意在家 找工作到西安那儿 有一个杂技魔术团在那儿的演出 后来我就去跑那儿去学 要拜他们为师学艺 人家就不收 不收我就跪那儿不走 后来很感动他 后来他就把我收下了 收下以后一年也没给我安排工作 就好像也没有承认我是个正式徒弟 就老跟着铺床底下背 干杂活 抱孩子 这些活都干 你记不记得最后什么时候开始教你的 开始是我师娘教给我的 他老是出差了 出差以后呢 我师娘就把那道具箱子打开 教给我几个那个 那个 媳妇 当时叫什么 单薄粒子 弹剑斗环这一类的 就是那个 吞宝剑 吞贴球 这一类的 那么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 吞宝剑的时候的一个情况 第一次呀 腾筋很短 慢慢慢慢慢慢 就开始一个礼拜就不能吃馒头 光喝稀饭 在这个艺人圈里啊 演艺圈里都爱说是这个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那么我们都知道 齐小学艺啊 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 或者是艰苦的一件事 那么就是说 在你的这个 学习的过程中 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那最难的就是练功 我记得有一次我练杂技啊 练那个 钻圈 就是桌子上放一个圈 刀圈 从这边 粘过去再翻个跟头 开始练的时候就一下子就把我摔的 那个腰半天都没有支起来 练功很苦 那么我想问你 就是说 您是什么时候离开您师父的 我是六五年吧 因为我学徒已经好多年了 我自己可以单独演出了 也可以跟其他同志 像开封杂技团的啊 现在在咱们猪马店杂技团的那个经理啊 像原来都叫大便呢 原来很小啊 我们都组团在一起演出啊 那样离开的 那么您能不能现在大概粗略的统计 就是说 您已经在外地演出大概有多少场了 这个 大概不好统计啊 过去演出是小团 演出也就是找市场 找到很热闹的市场啊 一天要演七八场 现在是演局场 一天只演一场 那么外出多少年了 这有大概印象没有 外出是 十四岁吧 十四岁 十四岁 那么您有没有统计过 就是说 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最远的 到了什么地方 除了新疆和西藏没有去之外呢 其他省都去过了 都去过了 都去过了 那你常年在外演出 平均多长时间回家去看一看 这个一般都在农忙的季节 家里还种的有地 闲了就出去演出 忙了回家就是种地 家里还有收割机 还有割麦子 现代化的农具 对 说起这个了 就是说你起小的时候 就是说刚才你也说了 就是农忙的时候 回家去种地 那么就是当初你学艺的时候 大家经常在外边演出 作为咱们农民的 我们都知道 种地是我们的天职 可是那个时候呢 就是说你都开始出去演出了 有没有人说你不务正业啊 那倒有啊 那说法不一致吧 那时候不提倡的外出啊 外出有很多 引起很多匪夷 就是不务正业啊 还有这个这个 最不好听的就是二六字 还有人说过你二六字 那么你听完这种话以后 你怎么反应的 其实我认为呢 这个一个人爱好不一样啊 这个魔术我是爱好 我记得有一个 我们那个魔术委员会 有一个部秘书长 叫周良贴啊 他在这个 他在上海杂技团 他那个室内就找书发家 给他写了一个魔吃 对 这一门啊 如果是盖上了以后 就会着迷 那么你现在能不能 把自己称为魔吃呢 也算上一个半拉魔吃吧 那么我们的记者前去采访的时候了解到 咱们村里好像不止您一家 有许多人都是经常的外出去演出 那么这是不是一个传统 对 这就是传统 这个互相 互相这个学习吧 沟通学习 有的是亲戚 有的是朋友 这样互相 互相学习 那么好 那么我们今天现场呢 我们丁老师的同乡 也算是同行吧 也来了一些朋友 张先生 您好 您好 您也是咱们魔术之乡的吗 是的 您自己有没有组团演出 我也有 我的两个瓦子 都是原来呢 在这是丁老师 在我们那一瓶来 魔术之乡呢 以上呢 都是生产的干活时间 在丁老师都是 都说有的是 传说的时候 那么东西当年的手里 一弄一弄都变了 那时候呢 还都听说不认识了 这都是后来这是 各个开放了以后呢 我们呢都是 有了三十个人 有了六十多个 有了十来个 有两三个会员的 都组成一个团都出去了 现在我们那里团呢 也比较多 这都是在 魔术之乡的 丁老师的领导下 那因为他是 最开始的 最早最早的 都是这样 他带动起来 带动起来的 带动起来的 咱们现在 整个咱们这个 赵庄乡所辖 辖区内一共有多少个团 那很不好说 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 因为我是一个村上的 实际上 具体我还同意 说不了 那么李老师 您好 您也是从事魔术吗 我原来是 在村里干书记 在村里干十来多年 79年 全乡只七八个团 79年 后来念念增加 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越滚越大 现在滚到六百个团 好 全乡六百个团 谢谢您 那么今天我们现场呢 我们还请到了 我们这个 宝峰的宣传部长 这个陈部长 你好 那么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 作为咱们这个赵庄乡 这个魔术之乡 它有没有就是说 有没有什么历史的渊源 这个 据这个 师赎记载 在靠谷法县 还有这个 在那个油管转家轮政啊 我们那个包凤 赵庄莫术的 它这个七院啊 是在烫耸 这个 范燕宇 这个命情 这个丁盛于当代 它这个 这属于这个 三个法产时期吧 这个 这个建国后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这个 这个包凤的那个魔术啊 在上级 当委政府的 关心支持下 有了大的发展和繁荣 这个 或者说是 我们的 这个 这个赵庄儿 这个魔术的群众啊 散无成群啊 这个 这个八九 八九人为一伙啊 或者十几个人啊 就诸团出去 这个 租集遍布 这个 全国的大江南北 这个 到了海外进行演出 这个 如这个 去这个新加坡啊 这个 这个 新马太 神授党地群众的喜爱 同时 这些 这个 莫术团体啊 在这个 这个周边地区演出 在全国各地演出啊 这个 也丰富了 党地的群众文化生活 这个 他们 在这个 莫术气功 这个表演上 这个 也 这个 演出也非常 符合观众的口味 这个 激进 这个 莫术 炸击表演 之能时 这个 受到了 群众的喜爱吧 也我们 包风 这个 增了广 填了菜 是我们 包风地区 乃至 平地山地区 这个 一道 独具特色的 文化现象 谢谢 谢谢 郭大年 喜团圆 没有续缘关系的家庭成员 组成了三个特殊的家庭 后头沟通无限 相亲相爱一家人 张月初三博主 欢迎收看 一般你们外出演出的时候 对这个场地或者是演出场所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一般你们都是怎么来选择的 场地选择就是热闹地方 像我在南京的福字庙 这地方就演了整整两年 这地方就是每天像赶会一样 人很多 那么我想问一下 当初你们演出的时候 都遇到过什么困难没有 困难几乎是经常遇到 比如说我第一次组团演出的时候 经费非常紧张 还是在周英村那个信用社 信用会计那里使用了 就是带了五百块钱的款 做了一些简单的道具 换人啊 这些换人 捆乡换人啊 这些啊 带一些小道具 就是到广东去演出 第一站演出就是南雄 南雄县 演了大概有一个礼拜 养完了往这个江西走的方向 江西的大雄县走的方向 开那个车啊 那时候当时的道具是张在那个 货就是公共汽车的上面 车刚开出去这个南雄三公里 看到路边上的那个群众在打招呼 后来我就伸出头去看 一看那个车上就着火了 大火熊熊 被子 乳子 衣服 全部着了 着火以后呢 也没有带到适当地补偿 赔偿 当时不棚全部着了 晚上睡觉呢 我记得住在南康一个车站 水泥地下 就像这么冷的天气啊 晚上没有被子 没有乳子 没有铺的东西 简直冻的 直到冬天是怎么个冷 没有那一夜最冷 一辈子都忘不掉 可以说 其实就是说 在没有孙子之前 老伴也经常跟着你外出 经常跟着外出 那么我们来问问老伴 看看他们当初外出的情况 是怎么样 你看都上广东那间是最江湖 经过多些事 做货 大乡蓬怀 后来干个学校 刚才走了 那时候要不干学校 都困了 都还能把你做到 那个懒脱了急 担心害怕的 都怕呢 还有那么等 这怕他犯的狗流了 东东呢 可吓人 想说走到了吧 也没人了 这些事我都经过 都知道 你劝过他没有 那劝 肯定是劝了 心里啊 那时候 我好哭 那时候 严重 严重的困难 我早晚给这些 小年轻跟着我 真的 让人家土地喝 睡起来这回事 我都给 心里不得了 就给他哭了 嗯 那么你们两个 是什么时候谈的恋爱 那时候 找 十八都结婚了 那么当初你看上 丁老师的时候 丁老师是不是已经 那个时候在外边演出了 是 嗯 当时你们在一块吗 他家是开封的 人家是开封的 去开封演出 认识的 后来跟了他之后 我想问一下丁老师 你是不是用魔术 经常给他变的小魔术 他说什么的 对 我 有些节目是自己创新的 有些是引进学习的 比如说我学习了 那个那个 看了那个重庆魔术团 一个卢少庆 他演出了一个 那个那个 玻璃杯跳牌 开始不是玻璃杯跳牌 他们用是个贴盒子 就是观众抽几张牌 然后放到贴盒子里边 一张一张的自动跑出来 后来我说 这改成玻璃杯多好呢 但是我不知道门子 我回家以后就琢磨 弄个玻璃杯子 在那做试验 我让他当观众 我让他看 试验成功了 不知道心情有多高兴 是你高兴还是他高兴 我也高兴他也高兴 现在我徒弟他们 还都在演这个节目 刚才听您说了 好像这一趟出去 都不是说特别的顺 遇到了很多的挫折 那么当时你怎么想 有没有想吃这碗饭不好吃 不做了 打退堂鼓 当时困难很大 但是我感觉是那样 意志是就像人家说那个许话说 听愿的跑不出千里马 花盆的遇不出万年松 好刚要经过千锤百炼 我感觉这就是断断自己的时候 机会 就说困难大 不要屈服 要有信念 是吧 意志也要薄弱一点 那就会屈服下来 就会打退堂鼓 回家吧 不言了 那么丁老师 我想问您这么一句话 我不知道您 您记不记会 就是说在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 包括您外出演出中 您流过泪吗 没有 事业上没有流过泪 只流汗流血不流泪 好男儿流汗流血不流泪 男儿有泪不清台 那么到什么时候 这个整个演出的情况 才有些好转 诸步好转 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演出吧 也在南北交流 南国到了广东 就跟广东的这些艺人交流 我到了广东 有一次到那个会员演出 会员 我看到杨子晚报上登了一篇 就是会变魔术的演出公司经理 那个叫何再兴 他就是原来在打击团上演魔术的 后来在文化剧当演出公司经理 我到那里演出的时候 他接待任务很忙 经常接待港澳这些演出团体 五一那天我记得他还帮助我演了三场 他演出的目的也是为了给我交流 他告诉别人说 丁老师那个门子啊 就是扒住就看不到 我设计的有些东西很巧妙 他也想学习学习通过我们交流 我也学到了南派的一些魔术 等于说是丰富了你自己 对对对对 通过这些交流 诸步的丰富和北京的艺人啊 李德啊 北京有个魔术团 叫李德组建的啊 他邀请我在云南 邀请我给他和团演出 也在一起演了又半年多 在贵阳市 那样通过交流互相切磋 艺术也带到了生花 经济就诸步好转 那么我手头有这样一个资料 魔术之乡 这是我们宝峰文史资料 那么其中呢 就有一段是这个魔术团的三字经 那么这个三字经呢 里边分了这么几项 第一项呢是团长 第二项是跑地 第三项是团风 第四项是演员 那么这个三字经 您还记得吗 当时我看过 看过这个 那么我简单给您念两句 叫当团长不简单 一团人归你管 收入高都称赞 收入低黑葬脸 是这样吗 那是很自然的 那么您是一般情况下 就是组团演出一般都以什么样的形式 演员怎么挑选 是临时叫几个呀 还是有一个基础的班底 有一个基础班底 那个人缘不够了 就我们当地很多演员 当地的很多演员都是能歌善舞的 心欲好了很好找人 心欲不好了找人很困难 像你这个基础的班底一般都是 是家里人的还是也有外边人 家里人 一般都是以家庭为基础 家里人 那么现在就是说您还是不是 亲自带队出去演出 现在一般就不出去了 是那样 有一个团体 大儿子带团 儿媳妇他们带团 做主持演出 老二 我那个二儿子演魔术 就是说现在已经有分工了 对 我听说您的儿子 也专程赶回来了是吗 丁德龙 丁德龙 你好 从哪回来的 从湖南衡阳 湖南衡阳 对 你现在是自己带着团演出吗 不是 我是跟着我哥 跟着你哥 对 现在团里一共有多少人 25个 25个 那么你主要是演一些 什么样的节目呢 演一些 中国的首发魔术 和最近学习 美国大卫的一些大型魔术 那么 平均现在 一个月要演出几场 一个月 不出意外的话 那就是 一天晚上一场 30场 哦 30场 对 那么就是说 你能不能给 假如说您不忌讳的话 给我们透露一下 就是说 你记得最高的一场收入 能收入多少钱 最高的一场收入 5000块钱 5000块钱 那么 最差的时候呢 最差的时间 那就是下月天不演了 还倒赔钱 那么 我想 现在很多人呢 就是说 上大学呀 出国呀 留学呀 读研读博呀 你怎么就选择了 和你父亲相同的路呢 因为我喜欢魔术 热爱魔术 这门艺术 360行嘛 行行出状元 哪一行干得好 都可以 说得很好 我想问问就是说 作为你们家里边啊 除了刚才你说的儿子 还有大儿子 都学了是吧 对 那你孙子学了吗 孙女也学了 学了简单的 孙子没学 孙子小 孙子很小 孙女学了 这是孙女吗 孙女 对 来拿着话筒 小朋友 拿了 我问你 你这个学的这个魔术 是跟谁学的 跟爷 跟爷爷学的 你现在学会了几招了 一招 一招 对了 有句话叫 一招先吃遍天 你爷爷教你的 是不是特别拿手的一招 是 是 那你能不能过来 跟我表演一下 好像有没有 这个画是 我很高兴 我说 什么 我设定的 我许多画得 这个画是 对 看 十字兵 十字兵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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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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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我们东奔西走 经济上也成问题 各个方面都成问题 就在那样的环境之下 一步一步地逐渐发展壮大 节目上通过交流 学习 培养我们 现在已经从丁老师手里面出来了一大批的演员吧 可以说现在我们造装的魔术发展到今天 丁老师是做出了大的贡献了 那么我们今天现场的我们丁老师的同乡也算是同行吧 也来了一些朋友 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来看丁老师的 袁先生 您是 我在乡里工作 在乡里工作 我就说刚才您听了 他讲了这么多 包括他创业也好 包括什么也好 您觉得您有什么样的感想 我做着的魔术呀 由丁老师来给它带起来了 原来我的魔术看法不一样 因为啥呢 我琢磨着像我们附近那个村儿 特别是有很小 很不带劲的人 他们都出去演魔术了 演魔术呢 我当时看着 像这样的人出去演魔术 谁会看 结果后点看看他们的表演 一化妆 一换一副 的确是比电视上还要精彩 所以他们出去演魔术呢 跟赵卓祥的人呢 都带动了很大的支付 像我们那里 最早的就是用魔术团 大部分用魔术团演来的钱 集资修了纯纯统的工 这个最早 实际了圈祥 各个城都实际了教学楼 现在呢 有大部分城的教学楼又狂了 狂到这儿呢 演魔术 他们都这个重视直视 把学生又送到高一层林 学好去了 就等于说这个魔术 不仅仅是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也是人们的思想 观念发生了变化 对 谢谢 那么今天我们现场呢 还有一位嘉宾 是我们河南省杂技家协会的副主席秘书长 唐永青老师 您好 唐老师 我想因为我们对这个目前的杂技市场不太了解 那么您能不能简单地给我们介绍一下 目前就是魔术市场的一些情况 是这样 因为这个魔术啊 在我们 就是宝峰 这个魔术之乡嘛 是一种独特 也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现象 它呢 引起了这个中国杂技家协会 还有河南省杂技家协会 一直很关注这个 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 曾经中国杂技家协会在98年嘛 到宝峰去采风 搞了一次 就是宝峰照装的民间魔术这个现象 作为一种专题的课题去研讨过 这个整个河南来说 我们的专业团体的魔术 不如我们民间发展得好 因为我们河南 比如郑州杂技团 浦阳杂技团 开封杂技团 这些大型的杂技团 主要是杂技好 但是我们的魔术比较弱 可是宝峰这个地方 就特别的就是我们独特的一个 一个民间魔术村 今年就是5月19号 就是宝峰县委县政府 还有赵张湘举办了 省杂协也算是主办单位 执役吧 举办首届民间魔术节 实际上也是对宝峰民间魔术 一种很好的引导 包括比赛 也是推动他们 促进他们发展的一个 很好的有效的一个举措 因为医生却当上了个体户 一个发明家却在上海搏击 速度行业的大人物 却认为自己只不过 把握住了一个小小的汤圆 元宵传奇正月十五播出 敬请收看 那么丁老师我想 就是说 今天我们聊了一下 就是说 这一辈子你回过头来看一看 因为你喜欢魔术 吃个苦 受个罪 那么当然这就是过去的事情了 那么现在呢 你又因为魔术而干上了别墅 坐上了小轿车 原来我结婚的时候 有大概是在 有一个小茅屋 小茅屋有几平方 大概是有不到最多有五平方 现在我家的住房有多少 有二百六十平方 总共啊 前院后院二百六十平方 可以说是今非昔比了 应该说是因为魔术 使你走上了小康生活 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想问您一件 可能是不太应该问的吧 您有没有在您的这个演出的过程中 或者是在你和别人交往中 有没有遇到高手 有啊 这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比如说我们今年夏季 听说美国大卫科普菲尔到中国来演出 我老大儿子和我去了 看了一场 看了一场呢 又打电话让老儿去 我们又给他买了一张票 那么你看完这个大卫科普菲尔 他这个魔术之后 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当时我是这样想 大卫的魔术 他在制作上是朝前 节目震撼力度很大 很新颖 就是他利用现在这个科技 就是各种科技综合到魔术上 那么就是您看完这个大卫的演出之后 作为您来讲 有没有就是说 尝试着自己也来去做一些 对 我也在家里就是绘了图 也做好了一些 国际上比较先进的大型魔术 就是刀具分身 这个电剧人 人头一位 就是人头在我这 坐这一个姑娘没有了 人头用个小箱子一照 箱子拿走了 人头就没有了 搬到那个箱子上去 在那箱子上跑来跑去 这个已经做好 很受欢迎 下一次我把那个节目给您带来 那么我想这边做的 是不是一些大学的同学 是吗 是在校的读书生吗 那么把话筒传一下好吗 丁老师你好 我想请问你一件事 就是您还收不收土地 收土地大量收 特别是像你们这些 知识层次很高的大学生 我是最喜欢收这些徒弟 加上说我们这个魔术 不管是南门事业 到了你们的手里 肯定会是很快的发扬光大 我曾经看过的电视上看过的是 大卫科普菲尔那是表演的魔术 那是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想 我认为中国以前没看过那 他给我的最明显的感觉是 他想离之那是太丰富了 也就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在丁老师眼中 中国是魔术师与是像大卫科普菲尔这种 世界级的魔术师呢 他们是差别究竟有多的 然后是能否靠自身的努力去密合这种差别 这位同学呢 他认为这个中国的魔术师 无论如何也做不到 像美国大卫科普菲尔这样的演出技能 我认为不然 你看到我这个魔术师 仅次是一个半农半裔的一个魔术师 还称不上魔术师 这个大卫的有些节目呢 也是我看到有一个就是跑人头这个 这个早在这个十多年以前 我们这个广东杂技团的两亿先生 已经就创作出来了 我呢是桥减限制 家里还种地 经费还得自己去筹 所以说发展起来很困难 我相信我们中国还有很多的这个 就是说省团 市团 在不久的将来都会创作出 在这个文艺复兴这个时代 会创作出很多很多 使你想象不到更好的节目 好 谢谢 好 那么今天我们现场呢 还有一个来自这个澳洲的一位朋友 也是远道而来参加我们节目的 我们掌声欢迎 那么您先做个自我介绍 谢谢 我叫易雷 我去澳大利亚近二十年了 这是我第一次来郑州 在澳洲呢 就是我在西澳 在Perf 西澳呢我们也经常参加演出 我不说丁老师吧 我叫丁先生啊 我听了你的介绍 我真的很激动 我第一个激动是什么呢 觉得我们现在农民啊 都能走出这一步 真是不容易 因为当我出国的时候 我都总觉得农民是很苦很苦的 所以呢 现在农民走出能够自负这一步 我真是为你们感到很骄傲很自豪 因为我听了你们的这个路程啊 我觉得你们真是不容易 就是我也希望以后呢 有机会 我跟我的Sister In-law就是那姑仔说呢 有机会把你们的魔术介绍到国外去 我很希望有这样的机会 谢谢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 我想说两句 刚才我就听了丁老师 就是这一期谈呢 还有各位的这些讲话 对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刚才 宝峰县的一位官员 我记不太听谁讲的了 就是说宝峰现在从这个魔术 演出这么多团体 不仅是促进了他们经济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有很多人去上学校 去受教育 让他们的孩子受更高的教育 然后来发展这个魔术 我觉得这个最值得我们去研究一下 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我们现在这个宝峰县 照装箱吧 虽然我认为有600多个演出团体 但是它始终停留在一种小农经济式的 那个作坊式的 就是自成一家的 没有成为一个体系 它只是一个现象 我认为还是跟这个文化有关系 它的文化含量还是比较低的 我觉得应该是提高大家的 对知识的看法 为什么美国的这个大卫科夫菲尔 它引起这么多的共鸣呢 我觉得它这个知识含量 科技含量特别大 我们虽然不能妄自飞薄 但是也不要骄傲 说大卫的魔术我们可以演 我觉得现在我们还应该再谦虚一点 好 谢谢 那么严书记你好 那么刚才呢大家谈了很多 同时呢也寄予了我们这个赵庄乡 魔术村的很大的希望 那么您能不能简单跟我说一说 作为我们县里边 对这个未来是怎么考虑的 这个具体来说就是 我们今后无念 这个我们要 就是一个是了 我们要这个包留我们 这个一些优秀的 民间的这些节目以外 我们还要主意引进一些 这个先进的道具 主意引进一些高质量的节目 主意引进一些 这个高质量的人才 主意培养 信任 就像刚才那位小姐说了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就要大力的 发展我们的文化产业 来促进我们真正的经济的发展 和光大浓民的 这个本小康 劝勉的本小康 这个 这个一次呢 这个是包风的魔术 不仅现在要走向 这个 已经走向了全国了 我们还要走向世界 这个我们相信啊 这个赞往命天吧 我们相信呢 这个包风 这个造装魔术 这一多 这个奇特的艺术之华 一定会更加 灿烂多姿 谢谢 朋友们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魔术呢 是我们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中的 一项瑰宝 那么正是 因为有了魔术 才是我们 能够与世界交流 与人之间交流 那么也可以说 有了魔术也娱乐了 我们的生活 那么正是因为有了 像丁老师 这样的魔术世家 以及我们 赵庄乡这样的魔术村 有这些基层的土壤 才是我们国家的 魔术这个传统的艺术 得以继承和发展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由衷地 祝愿我们国家的 魔术事业 蒸蒸日上 蓬勃发展 谢谢朋友们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丁老师 过大年喜团圆 没有戏缘关系的家庭成员 组成了三个特殊的家庭 做和沟通无限 相亲相爱一家人 张月初三博主 欢迎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